敬念 清净心念佛 怎样叫清净 第一个不怀疑 第二个不假惨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有怀疑 自己不知道 不明显 但是夹杂了 太明显了 念佛的时候 有妄想在里头 夹杂的妄想 听经的时候 夹杂妄想 念经的时候 夹杂妄想 这难免啊 你看印族法师 文抄里面所讲的 由念佛的老巨师 向他请教 修剑图念了三年 一只香 中国人以前算时间 是用香来算的 现在这个 科技进步了 钟表很便宜 在古时候 那钟表非常贵重啊 多于时间呢 佛门里面寺庙里 都是用香 长香 一只香 大概一个半小时 普通香是一个小时 所以叫一只香啊 一只香 一只香里面 念这个佛号 还有 五六个妄想 不错了 印族听到的报告 难得了 你的功夫不错了 一只香 一只香里头 一个妄想都没有 那功夫成熟了 你才能有感应 为什么会夹杂着妄想呢 你没放下 真放下 就没有妄想了 所以功夫全在放下了 这么多年来 我常常勉励我们同学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理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贪嗔痴慢 我讲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 是骑马的功夫 不是很深 就是你刚刚达到这个标准 你能把这些东西放下了 你一只香里面 顶多一两个万 不会很多 功夫念得成熟 三年五载 一只香里头 就一个杂念都没有了 你就得念佛三妹了 得念佛三妹不必欢喜 为什么呢 不念佛的时候还有杂念 必须要念到不念佛的时候 也没有忘念 那就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是最低的一心佛乱 身凡身同志度 决定我身 需要求是中心余 完成合着 一个是a 币充下 佛三 moon 我以为你危险 非常获取 贓 brahim